感恩节来临 但兽医提醒各位这个主人 千万不要跟你的宠物分享感恩节大餐哦 有一些很日常的节日食品 对您的毛小孩来说可能是危险 甚至是致命的 一起来看详细的内容 宠物医生特别提醒各位主人 一小块火鸡可以让宠物患上危急生命的一线炎 由于火鸡与鸡肉相似 一些宠物主人可能认为 将火鸡肉喂给宠物猫或宠物狗是安全的 但宠物医生提醒 一线发炎会导致严重的腹痛 食欲不振 呕吐和腹泻 同时用于制作火鸡的填充带和绳子 也会对宠物构成威胁 有些宠物会想咀嚼或吞下 火鸡或火腿的香料袋和绳子 这些曾浸泡在火腿和火鸡之中的填充带 对于宠物来说是无比大的诱惑 因此主人一定要额外谨慎地处置这些物品 除了人类的食物 感恩节期间经常使用的节日装饰品和植物 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动物 尤其是用来点缀装饰的红色桑果 对于宠物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因此宠物医生建议主人在进行节日装饰时 尽量使用人造的食品 即使需要购买植物 也要在带回家之前确保其安全性 此外 如果家中有猫咪 也要谨慎使用蜡烛 猫咪可能因为好奇 会将燃热的蜡烛推到引发火灾 如果主人发现宠物 有被异物堵塞呼吸道的迹象 那么时间至关重要 主人必须在4到6分钟之内 将呼吸道内的异物移除 宠物被异物堵塞呼吸道的症状 通常包括舌头变蓝 流口水 气喘吁吁 持续填嘴巴 医生提醒 如果您的宠物出现窒息迹象 请先让宠物张开嘴 并尽可能地将物体拉出 也可以使用 韩姆利克急救法 来拯救您的宠物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